大家好,我是瓦埃及五百周叶预测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介绍一下什么是周易 周易它讲什么 《群经之首》的《易经》是我国古代哲学的大臣 也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活水源头 更是我们的文化之根 《易经》是阐述天地世间关于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 千百年来,《易经》对我国的哲学、文学、宗教等 很多的社会学科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远古时期有连山 大家看啊,连山 连山是下草的 后面一个是归藏 归藏是阴朝的 周易是周朝的 这三部经典 连山、归藏、周易这三部艺书经典 其中呢,连山和归藏已经是传了 现在成语式的则有周易 因此目前周易就代表《易经》 周代表周朝 易呢,代表日、月 也就是变化的意思 也有人认为 意是象形之 在甲骨文中的体型是意 意呢,就像头朝上的一条心意 也有人认为意是会意之 那么周易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也就是简易 变易 不易 大家看啊 白板上面有简易 不易 变易 什么是简易呢 简易就是指世界上的事物 再复杂 再深奥 一旦人类的智慧 达到了 就可以把它们转换成 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和处理的问题 就是不要太复杂了 不会太复杂 第二个呢 贬易 就是指世界上的万物万事 每一刻 每一时 都在变化 发展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 如果离开了这种变化 宇宙万物就难以形成了 就是要变化的 第三个呢 是不易 不易呢 是指在宇宙万物中 在都变的情况下 但是还有一种 不变的东西存在的 就是指变出的 万象之物的东西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 万物皆变的规律 是永远不变的 这就是周易的 三个核心部分 简易 变易 博易 一般呢 认为周易是有 易经和易转两部分组成的 易经 又称为是本经 简称易 成熟于呢 西周初到周晚 距今呢 已经有三千年了 易经呢 是由卦尺和瑶尺组成 一共有六十四卦 每卦有六个瑶 共有三百八十四个瑶 而易转呢 有十亿 大家看红色的字 最下面的舌易啊 舌易啊 舌易就是 一共舌篇 舌篇文章 易转呢 曾出于春秋 只战过中期 是对易经的 注解和发挥 我们的史学界认为 周易呢 是佛西 文王 周公 孔子 四大圣人的合注 大家看啊 白板上面有啊 佛西 文王 周公 和孔子 四人合注的 周易啊 特别是 孔子 撰写的 易转 其实呢 易转是 孔子的后人 总结的啊 易经 起源于 河图 洛书 大家看下面 最下面的两行字啊 河图和洛书 这里关系到一个 古老的传说 说在远古时代 黄河出现了 背上 画有图形的龙马 洛书出现了 背上有文字的灵归 圣人佛西 因此而 画出先天八卦 印上末年 周文王 囚语有礼 又根据佛西的 先天八卦 演绎出后天八卦 也就是文王八卦 并进一步推演出 六十四卦 并做了 卦词和瑶词 易转呢 是春秋时期的 孔子所作 其实啊 周易是有无数名 史学者 进行偶心力学 共同完成的作品 那么大的一部经典 靠一个人完成 那是不可能的啊 但是呢 这部经典 与孔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周易呢 原本就是一本战士的书 但是其中呢 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 孔子整理了 周易的辅助斗 使人们能够理解 《易经》中的思想哲理 周易呢 之所以受世人的推崇 这完全得益于 孔子的发掘和弘扬 当然了 这个孔子的鲁家思想 之所以受国人的推崇 也是由于他从周易中 悟到了天人之学 使自己的学说 得到了上升的更高境界 周易这部经典 讲的是 理、相、数、战 从形式和方法上 好像是专认 阴阳八卦的著作 但是实际上呢 它是认述核心问题 是运用一分为二 对立与统一的宇宙观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认 解释了宇宙间的 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自然规律 对立与统一的法则 并运用这一世界观 运用八卦预测自然界 社会和人生的各种信息 周易呢 他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涉及的范围很广 他上任天文 下讲地理 中谈人事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 从社会生产到社会生活 从帝王将相 如何治国到百姓 如何处事等做人等 都有比较强细的认述 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无所不有啊 历代研究周易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派 第一个是伊礼派 第二个是像素派 大家看上面啊 红色的字 伊礼派和像素派啊 伊礼派呢 就是强调从八卦和六色四卦的卦名含义来解释 卦摇像和卦词摇词 其实这就是研究 大学里面 我们大学里面的研究啊 是理论上的研究 第二呢像像素派 就是像我设计预测应用的 我们叫像素派 像素派呢是着重与八卦象征的物相来解释 卦摇词和摇词 重点就是运用预测啊 也有人认为伊礼派发掘周易的哲学价值 像素派呢 着重将周易的应用用于占谱 这就是两派啊 最主要的两派 先生的经典 周易这本经典啊 经历了几千年 可以说是 人者智者 众所分为 分云 在这里呢 力图 我就是今天啊 就是希望就是能够用最简单的语言 像这非常复杂的经典 告诉大家周易的大概的起源和发展 使你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这就是周易啊 以后呢 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介绍其他的六十四卦啊 今天呢 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